提到立法會選舉的情況 但問題現在真的很難 以正常情況來說 12月選舉了 就來提名期開始 很多活動 有以續陸的人已經熱身 落區 製造新聞 製造輿論等等 很多事情 但現在你看不到 為何這麼安靜呢 因為遊戲改變了 因為未吹雞 未吹雞就不要出來跑 又這麼聽話 但又奇怪了 過往最不聽話是民主派 民主派你鬼得你這麼多嗎 我早就再宣傳 但民主派似乎對這次立法會選舉意慶難刪 似乎現在沒有什麼懸念 民主黨基本上都沒有人會出來 出來都知道自討沒趣 對 只有幾個已經 形容是老電池 我覺得已經是寬厚了 已經是老電池都不如 你出來選又是點絕一下 有時真的拿假來釣 你看到這樣的情況下 立法會的選舉和以前玩法是不同了 但在新遊戲規則底下 其實在建制陣營 競爭都很激烈 競爭不僅是20席立法會的選議席 選舉委員會一定是自己和自己人爭 因為裏面只有半個民主派人士 但選舉委員會幾乎坐定粒鹿 究竟誰可以走出來呢 真的要聽西環的意思 其他功能組別又如何呢 其實功能組別過去 基本上是泛民的票倉 在某一些界別 特別是社會福利界 教育界 法律界 醫學界 衛生服務界 基本上都是民主派人士的狼狼物 但是經過完善選舉制度和大規模的拘捕 現在到現在都未准保釋 被收押當中 似乎在這些界別裡未聽聞有什麼強烈的參選意義 於是乎 哇 這個肥肉 這塊板塊 是不是建制派要爭的呢 那當然就肯定了 你看見整個所謂完善選舉制度來說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針對民主派 特別覺得改給民主派壟斷狼狼物的一些票倉 它就改變遊戲規則 那樣的規則底下 你選不了 你今天選不了 因為改了很多團體票 團體票 再加上大規模的拘捕 拘捕不審慈 令到你的士氣低沉 你的恐懼感提升 而那個一般知名的人物 因為有案在身不選得 不選得 其他比較二三線都不是沒有人的 那些一般都覺得這個政治遊戲太過 風險 風險太高 已經寧願淡出江湖 另一些就知名度看低 知道沒有機會選到的 都無謂去陪跑了 你發覺意氣難伸 你發覺意氣難伸 滿途驚擊 不如我們就此 先掏平 一掏平底下 你整個競爭不同了 變成自己人 建制派中人 都不是個個 禮讓 同樣 一爭底下 你需要找人出來協調一下 因為現在其中有一個遊戲規則 你必須要在選舉委員會的五大組別 每個組別拿兩個提名 只有1500人 怎麼分這個餅 建制派於是要打這些組合權 民建聯成立了一個25人的協調協會 他們自己都不夠票 你說民主派 哪個建制派中人會給你提名票 由於直選議席減到20席 你自己不夠分 所以形成了 將部份的人走功能議席 沒有人走選舉委員會 這就是他們所取取的策略 就是這樣做法 最重要仍然是 中央怎麼看這次的選舉 做這麼多的動作出來呢 中央不會再看你個別政黨 或個別團體的利益 他一定要全面去看 全面去看 現在未知他怎麼看 例如今日《經濟日報》 庫流營那邊的政治專欄 就說 北京就是有三個重點 就是希望未來香港議員有哪幾方面 是看重呢 第一方面 北京是會全盤去佈局 而並非著重板塊的利益 第一 被視為維護國家的利益 就是全國性組織 第五屆 那裡會主導選委會 第三 比較特別 創科背景的人 沒辦法 剛剛時勢英雄 這就最需要 大灣區 香港是一個創科的其中一個環節 推他們出來 這些動作 大家不要看 我會視為 中央不想現在你們這麼快撲出來 是想看好全局 有什麼人出來 才開始宣傳 12月中就選了 到現在 有誰出來選大家都不知道 你只要消化 因為這次多了90席 看好90人的政綱 我不知道有沒有政綱 上次選委也沒有政綱 不是政綱的了 你的背景和旺跡 就是中央遼於指掌 所以這次 你如何走位 你去哪裏選 中央都會全陪你看 這90人 當然未必完全90席 他可以完全掌控黨 但我相信絕大部份 他基本上覺得 我哪個界別 我想哪個人去做 你麻煩你借名了 麻煩 最不聽話醫學界 醫學界陳潑儀醫生 已經說不選了 那誰呢 那怎樣移動呢 衛生服務界 衛生服務界 都是不聽話的 你看看員工協會那班人 比較有興趣新聞性 我就看幾個 傳統泛民壟斷了的功能議席 社會福利 法律界 教育界 法律界就很明顯 大律師的溫藏是公民黨 公民黨都已經 我覺得都半生不死了 所以他一定 這些被視為 有太多泛民DNA的組別 更加精心勢選 找一些絕對完全上不得的人 那些放上去做的 不可能在那裏有任何的 陰溝翻船 另一方面 現在暫時看不到 有太多富二代 可以披甲上陣 或者他們願不願意 躺這趟的政治運水呢 由於這個時機 剛剛是完善了選舉制度之後 還敢不敢碰住呢 政治也是一個移民 這是公民組別 以及選舉委員會組別 其實在地區直選 因為今次行商議席單票制 這個被世界潮流認為 已經不是民主的方式 但是這個是比較有利於建制派 你可以設辦法怎樣分隊 因為你只可以投一票 但是有兩個席位 於是總之最多票那兩個 就拿到這兩個席位了 那究竟呢 以往是希望跟人的 跟到一個很大很出名的票能 但現在不行了 現在就沒有排第二 都好像順利保送入局 沒有那種歌唱了 底下有少許遊戲規則的改變 所以在走線方面 即使世界盃的走線 你抽到跟強盃在一起 你沒什麼好運 在走線方面 我相信現在 儘管現在的事情好像蓋著蓋著 我相信民建聯好 你工聯會好 民建聯 陳勇說我們現在是最大黨 最大黨 不過儘管如此 我相信 北京眼中都是雪涼的 他掌握香港情況是很掌握得 真的看到 不是亂說出來忠誠的廢物 在北京眼中都看到 香港這些所謂的建制派議員 這麼多年來 都是沒有用的 應該這樣說 是發揮不了穩定香港的作用 用他們的字眼 就是容讓這個反動派 出來搞瘋搞瑜 佔了那麼多攤頭 所以田飛龍只不過說出 北京經常描述 香港這些建制派的形容詞 但香港的議員 你都要請香港人去找 你沒可能空幹很多東西出來 所以 為什麼擴大了 那個所謂的選舉委員會 那裡他真的可以找到 那些他認為是有能力的人 進去 那所以 我都不敢是 那麼輕易去判斷 在北京陰點底下 立法會完全沒有功能 那你看一下 深圳幾十年來 那種全力的發展 你真的可以創造很多奇蹟 但問題是深圳經驗 深圳奇蹟 在香港已經發展得這麼具規模的社會 政治文化土壤 是不是好像深圳那樣 改為香港呢 這就是誠意問 深圳四十年前 是荒蕪之地 真是由零開始 於是你想怎樣建設都可以 但是香港 建制派中人就說 是的 受到百多年的殖民地思想影響 根深替故了 所以為何要從教育出發 就一定要動動呢 首先要改變你的想法和思想 思路要對折 所以這方面 真的仍然存在一些變數 正如說 比筆布你做件衣服很容易做 如果衣服他們改 就難很多了 現在要改做香港的衣服 做了這麼多年的衣服 那你確實呢 如果你左收右補 你發覺又變了型 那你又不可以整件拆了去 又來過了 所以 其實中央在一國兩制 他也還說一國兩制的 我覺得一件事 還未說去到 他完全扔垃圾桶 他對台灣也說一國兩制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如何拿捏底線 會不會有時覺得香港的建制中人等等 做事是過猶不及 甚至超了北京對香港政策的那條線 做多了出來呢 所以近期中央在香港問題上 其實是少說很多話的 但是現在要處理太多問題了 我相信有些佈局已經逐漸成形了 建制中人 我猜他們已經收到一些風聲之所進退 例如見到柯創成 我也是看報紙 柯創成似乎搞很多道別的活動 會不會把意籍交出來 是誰接上去呢 是不是因為他過去的表現又怎樣 我又看不到郭佩帆有這類活動在搞 即是說是不是郭佩帆會繼續 可以佔據一個席位呢 真的我自己從來都覺得 沒有民主派參與的選舉 其實鬥爭得更加激烈 這些激烈的鬥爭 最好看的就是在於 不可以表面化 表面還是我們是兄弟姊妹 彭老人 心裡有多想打你兩刀 當年選舉的時候 民建聯及工聯會 有一次真的吵架吵得出面 但事件很快發酵了兩天 你知多年來中聯辦都有一些 九龍區、香港區各自有人協調 協調機制就很重要 但今次不單止是中聯辦協調 我相信中央都會全盤去看那個局 我相信中央都不希望香港沉淪 他都希望香港是有新的進展 但這個成效如還未知 他都會找一些他認為真是有能力的人 有全盤的觀念 當然愛國情數必然 特別在未來經濟科技發展方面 當然無可否認 沒有了民主派參與的選舉 你發覺總是 那盤送的圍桌 是少了這些不可以少的菜式 所以盧民端是要逼民主黨派人出來陪跑